作为目前国内人气顶级的明星,肖战不仅影视剧成绩喜人,而且他在商业代言方面更是一记绝尘,不仅有多个高奢品牌在身,而且官宣之后的抢购热潮,加上后进十足的购买力,都让他的商业价值凸显。 前几天,肖战刚刚官宣了著名的护肤品牌YSL的代言人,和之前一样,此次官宣依然引起了抢购热潮,现在官方系统的销售额截图也曝光出来,此次YSL官方旗舰店单个平台就卖出了7200多万元,相比其他化妆品,同日的销售额多出了几十倍,访客人数更是超过160万人,不得不说,确实非常惊讶于肖战粉丝的购买能力。 根据网上的消息来看,肖战粉丝在线下的也是多次把店铺搬空,并且还在网络上晒单,极有可能线下的销售额比线上更加让人惊喜。 有这么好的销售数据,YSL确实赚翻了,根据YSL员工曝光的消息来看,原来,YSL的护肤品部已经去团建了,并且喝的饮料,居然是肖战代言的青岛啤酒,这样看来确实是非常的上道吧,肖战给YSL带来了不错的业绩。 YSL也支持肖战的代言,又是一个温馨的大家庭,只不过,肖战的粉丝们也非常记仇哦,因为此次肖战代言护肤品,也是粉丝期待了几年的结果。 然而,其实肖战曾经传言代言某护肤品,但是因为227事件,该护肤品放弃了肖战没有官宣。 此次官宣YSL,粉丝在线下购买了YSL产品之后,还提着自己的战利品,到之前传言的品牌门店前赚有几圈,而且还故意让对方看到,确实非常的搞笑又气人了。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,肖战粉丝的购买力已经无庸置疑,但是,从之前官宣可乐、巧克力等产品后,销售额不够理想的情况来看,是不是意味着粉丝中精致女生占据大多数呢? 厉害了,肖战代言YSL后台销售额曝光,YSL护肤品部开心团建,粉丝却祭求超气人。